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玉珠同修与我们分享 孩子身犯癫痫 四处求医更要无效 幸运心灵法门 念经许愿放生 孩子奇迹痊愈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师大悲救苦救那广大灵犯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摩大师大悲救苦救那众主位菩萨 感恩南摩大师大悲救苦救那如今洪台长师父 在2008年 当我的孩子才17岁 他突然间在学校崩倒 在送去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一切正常 至此后 我们发现孩子走路的脚喷不着地 在求助于通明人后 他说我的孩子是犯罢了东西 是要进行膜拜 但事后也没好转 后来有了天险症 每每爸做一次前身都会严重抽筋 牙齿也一次会咬住自己的舌头 在冷静后还会一直不停地去吐 奇怪的是 在孩子清醒后 他完全呼气着发生什么事 而且每个夜会发作一次 由于有了天险症 孩子变得自闭 成天闷闷不乐 而我们也不敢让孩子自行出外 身为人母看见孩子受这一定的痛苦 心比自己受苦还要疼 后来我与老半变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有个中医师说 我的孩子手臂的任带断掉才会抽筋 又有一个马来吴师说 我的孩子是脑生龙 但事情任何方法都不见好转 就在2011年 有位师父来到我的店里买东西 他说 我的孩子没延期了 说能救我的孩子 就介绍了陈同修给我认识 经过陈同修的介绍 了解到心灵法门的神奇 我就开始静静的念经里做小房子了 刚开始念经的过程 我的孩子都不见得好转 家人一直劝我不要放 家人也一直劝我放弃念经 当时只有我的先生支持我 在坚持念经的一年后 神奇的孩子的电线从每个月发作一次降低到四个月一次 孩子走入脚跟也变着地 在2013年 非常非常庆幸地打通台长的电话 台长说 我的孩子小房子不够 需要800张小房子 而且孩子的头上有个灵性 在2014年 验了800张小房子 孩子的天神只发作一次 我也分配在三月与七月打通台长的电话 台长说 小房子还是不够 这是我孩子的业障病 至今2015年 孩子的天神便只发作一次 精神也好了很多 人也变得开朗了 也感谢出新朋友 我们也放心让他肚子出外 孩子牵手每天自己做功课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接触到心灵法门 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一家人都无忧无力 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念经修心邪佛 感恩南无大十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十大悲救苦救难 卢君弘台长师父 感恩南无大十大悲救苦救难 众主为菩萨 感恩大乡 也感恩财源和一帮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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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